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多次呼吁 北约国家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的限制 对此 法国总统马克龙28号表示 支持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马克龙明确表示 向乌克兰提供可打击俄军事目标的远程武器 并不是冲突升级 应该支持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俄军目标 德国总理舒尔茨没有明确赞成解禁 舒尔茨表示 乌方使用美法德等国援助武器 应当遵守援助方提出的条件并遵守国际法 此前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提出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北约盟国 应考虑解除对乌克兰使用武器的一些限制 乌克兰应被允许使用这些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警告 一些西方国家提议允许乌克兰使用外国援助武器 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是在玩火 那样做会引发严重后果 此外 普京还补充说 如果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目标 实施了打击 责任应由向乌克兰公武的西方国家承担 欄克兰 欄克兰